当电影《逃离德黑兰》的导演 本阿弗列克被宣布为 今年导演工会这一家导演奖得主的时候 会场只有欢声没有惊呼 因为这部电影已经在演员工会 和制片人工会两个重量级的专业团体 压倒了领跑奥斯卡奖的林肯 但本阿弗列克并没有得到 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提名 阿弗列克说 美国影艺学院让我以制片人的身份入围 我深感荣幸 《逃离德黑兰》可能显得比较弱势 但我没有获得导演提名 也许另有作用 可以把焦点集中在电影本身 我自己觉得还好 在颁奖典礼介绍阿弗列克的演员 克兰斯顿看好阿弗列克的前途 克兰斯顿表示 阿弗列克是个好导演 也是个好人 他对做导演的兴趣 可能更胜过做演员 在电影界的前途不可限量 美国导演工会奖 一向是预捕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权威风向标 过去64年只有6次失误 今年却是分道扬镳 两者的最佳导演5人入围名单 只有两人重叠 他们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 海克福德说 怎么可以提名10部最佳影片 却只提名5个最佳导演 这没有道理 但是他们归他们 我们做我们的 我相信导演工会是选拔最佳导演的最佳组织 因为导演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还在导演电影 华语导演李安的想法和海克福德不谋而合 李安说 大家都是同一行的 就是你的同行给你这种鼓励 我就尽量享受一下吧 心情放轻松一点 今天比较轻松一点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获得奥斯卡奖11项提名 是否会带来压力 李安上台领取入围的奖牌 还做出非常珍惜的姿态 他甚至坦然表示 导演工会奖的意义重大 更胜过奥斯卡奖 电视剧演员哈塞尔霍夫 非常欣赏少年派这部电影 哈塞尔霍夫说 电影故事很棒 打动人心 是和全家人一起欣赏 虽然是部奇幻片 但却深深感动了我 中文名字叫陈爱丽的女导演 爱丽森·克雷曼 拍的《爱未未抱歉你妹》 入围纪录片 但未能脱颖而出 陈爱丽说 他们把我们纪录片的那个奖 他们放那些clips 那些就可能有几秒钟的 我们的纪录片 这边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爱未未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不错 一些电影圈内人认为 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项目的 林跑者 已经从林肯 转移到逃离德黑兰 奥斯卡最佳导演项目 斯皮尔伯格的锐气 遭到阿弗列克挫折之后 其他四个入围导演 爆出黑马的机会也相对增加 今年的奥斯卡 是否会大爆冷门 还是未知数 但庆祝中国春节的炮竹声 将鲜声夺人 却是可以确定的 青年导演 本德杰洛尔 以寻找小唐人 夺得导演工会纪录片奖 本德杰洛尔说 我是七七年生的 我是一条蛇 今年是我走运的一年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安 在这边给你拜一个早年 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新年快乐 李安星期二晚上 在洛杉矶参加 视觉效果协会的 第十一届年会 接受一座荣誉的远见奖之外 他所制造的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赢得四个奖项 包括最受重视的 视觉效果驱动的故事片奖 过去十年 赢得这个奖项的电影 有七部后来都在奥斯卡 夺得最佳视觉效果奖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进军奥斯卡的技术奖项 声势为之一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